台湾国防部于8月31日发布2021年度中共军力报告书 台湾中国时报称 该报告明确点出中共犯台的七个可能时机 包括台湾宣布独立明确朝向独立内部动荡不安 获得核武器两岸和平统一对话 延迟外国势力进入岛内事务外国兵力进驻等 报道还宣称 解放军航母战力 目前由山东舰和辽宁舰两艘航母组成 配合海空军兵力常态化 碎形岛链远海掌航训练 已经加强解放军战场运作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8月31日当天 台湾国防部将2022年度国防预算书送至立法院 其中出现数个指标性新个案 包括F16远距精准武器筹构抗定极舰战斗系统性能提升 高高空无人机系统 预算总额都超过百亿元新台币